大家好 我是今天的主持人杨大婷 再让荣幸为各位主持服务 我是自愿让他杀了我的发布会 这次是由76号原子与男剧有限公司共同合作 也是76号原子的第六号作品 片名很耸动充满了话题性 什么叫做我是自愿让他杀了我 为什么有人会自愿让谁杀了自己 到底谁会是凶手 这个故事从一张谋杀明亮的开展 渐渐的抽丝剥茧 发现每个人物角色都恶怀鬼胎 之前融赢了本届的高雄电影集的闭幕片 大获好评一票难求 今天含金量超高的演员都来到现场 稍后会一的分享这次的重作 我当然是先看过正片才来主持的 容我一败所有演员 你们真的太了不起 而且每个角色实在太难演了 掌声给自己盆地理一下好不好 都在比心机中了 各怀鬼胎 好不好 那我们首先先欢迎导演上台 先单拍一张老谷公告的 詹纯浩导演 我是自愿让他杀了我 詹纯浩导演 曾以公序人生剧展第一响枪 融获了金钟导演的提名 詹纯浩导演将群疑 弹罪元素以及错终复杂的人物 故事线处理了相当的出色 倒计更上一层楼 令人期待不是 自愿让他杀了我 导演要不要比个pose 有没有什么这部片的pose 这么的normal 没有创意呢 就是赞而已 好吧 那开心就好 导演比较担心的是爆雷啦 其他就自在就好 谢谢导演 请在旁边稍多休息一下 接着我们欢迎演员群 首先欢迎的是蔡诚毅 欢迎 请介绍单拍 那导演舞台我们留给他们 我们先稍在旁边 好的 蔡诚毅 近年作品不断 上次在76号原子的追踪 五百天当中 饰演金钟得主小薰 黄静怡的家暴老公 兼王夫快死掉了 这次蔡诚毅在 《我是自愿让他杀了我》当中 饰演一位小动作平平的 一掌左右手 一掌就是尹昭德大哥 资深前辈演的 好 谢谢蔡诚毅 也是资深的表演艺术老师 接着热情掌声欢迎 小八赵一兰 每个都是一肚子坏水 这个也超坏的 先不爆雷 来 你先拍照 今年也是影视作品不断的 小八赵一兰 在《我是自愿让他杀了我》当中 训练一位护理师陈凯欣 为了贫困的家人 能够得到帮助 牵扯到复杂的医疗纠纷 跟淑珍也有 非常大量的对手戏 但我讲下一句可能就要报备了 所以就说那么多了 谢谢小八 赵一兰 接着热情掌声欢迎 他应该是现场 最资深的前辈演员 出道20多年的余靖 童心请家 年纪轻轻的余靖 出道已经20余年 资深前辈了 过去是亲王周杰伦 清点的御用童心 有rap 男大师八变 这次在《我是自愿让他杀了我》当中 余靖 训演的李子健 外表温和有礼 内心压抑又自卑 一直可望拷折父亲 引召者的爱与认同 是非常关键的灵魂之一 谢谢 余靖 再来一张 3 2 1 好 接着我们热情掌声欢迎的是 本届金钟奖双料得主 金钟市地 ylie 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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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 從出生入死共患難的刑警學弟 每天總是照著壽哥打轉 兩位金獎男演員對手系非常精彩 尤其有一場在這個 好像天橋下就不多說了 等一下我們也以不霸雷為前提來分享 謝謝施林 薛施林 謝謝 最後我們再來補組合單拍 感謝施林 先稍度休息 接著歡迎的是國際影展影帝 鎮仁硕 歡迎壽哥 我們有兩座台北電影獎 七寧First青年電影展影帝 亞洲電視大獎師弟 六年內四度榮獲金馬獎集民 今年再度連窗入圍的鎮仁硕 再次熱情掌聲 好的 在76號原子 與南劇有興公司共同出品的 我學資源將他殺到我當中 壽哥從以來首度飾演警察的角色 這位正義的警察周刑 角色難度非常高 每個都各懷鬼胎 但是他要一個個打怪 高難度的情緒轉折 又是鄭仁硕一次突破性的精彩表演 恭喜影帝師弟鄭仁硕 好 謝謝 好 謝謝 好 謝謝說哥 你要比七六是不是 對 你剛比要六七 你是去哪一家公司 你要先離開啊 走開 下次不要選他 男主角 說哥 對 這樣就對 好 你看一下中間哪一台觀設 會的時候讓我們看一下 視線方向 3 2 1 好 76號原子 新一哥正人獸 右手邊再一張七六 3 2 1 好 謝謝說哥 接著熱情掌聲歡迎 金鐘合主 我們的女主角 蔡淑珍 在76號原子 與男劇有限公司 共同出名的 我是自願讓他殺了我當中 女主角蔡淑珍 飾演的臨靜 外表溫順 內在堅強執著 帶有不可告人的過往 人生充斥著秘密與謊言 蔡淑珍在戲中 展現非常多重的面向 表現令人讚嘆不已 剛剛看的片花的過程當中 真的會起雞皮疙瘩 就是看到蔡淑珍的表演 很多很細膩的層次轉折 等一下請蔡淑珍 來分享一下我們金鐘合主 再次突破的演出 我是自願讓他殺了我 等一下我們有很多組合單拍 比方說警態雙熊啊 狼女主角啊 我們稍後再進行 淑珍請先留布萊一張大合照 是的 我們有請所有的演員 一同到舞台上方 進行大合照一張 有請大家 也歡迎導演 張淑浩導演 蔡淑珍 製作 徐士林 余靜 趙藝蘭 蔡淳 歡迎各位 手拿板要拉一下 好 視線統一看向中間的攝影機 請披上麥克風 先收起這個手拿板 我們先來訪問一下 先請張淑浩導演 跟現場的媒體朋友們打聲招呼導演 各位媒體大家好 我是自願讓他殺了我的導演 謝謝大家 是歡迎珍島 接著歡迎的是 旅主角 蔡淑珍 大家好 我是淑珍 歡迎淑珍 接著歡迎是 王主角 鄭仁碩 大家好 我是鄭仁碩 歡迎碩哥 接著歡迎是 蔡仕琳 我是鄭仁 你好 怎麼很無疑的感覺 因為我在劇組 我是鄭仁碩 有討厚棚嗎 沒有沒有 尬心尬派對還有茶巾之類的 接著歡迎是 余靖 大家好 我是余靖 好 歡迎余靖 接著是趙一蘭 小巴 來這邊 大家好 我是小巴 好 歡迎小巴 接著是蔡晨毅 大家好 我是蔡晨毅 歡迎各位 導演先來訪問一下您 我覺得這部戲真的有夠難排 但您做到了 恭喜你 來分享一下這一次的創作過程 心情如何 首先要感謝就是76號原子 就是他們拿了這本原創小說 由逢詩所寫的同名小說 我是自願讓他上來 然後 那時候我看到這本小說的時候 我就覺得 欸這個題目非常的有趣 然後 讀了以後也覺得裡面有蠻多元素是值得發展 然後 就 就進行 就找了編劇無私以進行改編這樣子 對 然後也是和我的 呃 長期合作的 製作方式 音節多 就進行合作 然後 把這部片子做出來這樣子 然後找了一批非常優秀的演員 對 然後 運氣真的非常好 就是有很多 很好工作人員 然後 很好演員一起完成這個作品 對 不然真的沒有辦法打開得出來 對 謝謝 謝謝 真的喔 我覺得真的喔 我覺得有點焦慮 你剛剛用了12次的然後 欸喔 真的怕爆雷嗎 他超怕爆雷 聽說他在照三餐 在問候監製喔 說 欸怎麼辦我們要射防雷線 不然大家這麼劇透怎麼辦這樣 你為什麼那麼怕爆雷啊 因為我覺得我們這種片子 其實 呃 你們這種片子 這種片子 對 這類型的片子 觀眾應該就是要來燒腦 就是要來跟你玩一個推理遊戲 是 那 呃 如果爆雷的話就不好玩了 就是想要跟觀眾玩這個遊戲 對 所以其實 我建議大家就是 欸預告也不要看 就直接來看電影這樣子 是的 沒有問題 欸他剛剛誰笑了一下喔 恭喜的啊完成了 非常棒非常棒 那如果等一下主持人 一不小心問到雷電 你直接叫我閉嘴沒關係 OK好不好 我是願被你殺死 OKOKOK好 謝謝導演 接著我要真的再拜一下所有演員 我覺得真的很了不起 而且超級難演 說哥你應該是最大的鼓主 因為你身邊這些所有的角色 都各懷鬼胎 但你是一個正義的心情 而且人生從以來第一次演警察 欸 感覺如何說哥 這個感覺其實蠻妙的 我記得不知道前一陣子去Casting的時候 大家跟我說 導演跟劍志芳說 欸因為說不定 都演壞人居多 我想說我從以來沒有演過一次壞人 然後為什麼說我演過壞人 但可能我爸媽真的幫我比較抱歉一點 但沒關係 我覺得 嗯 真的 其實第一次演警察 其實是很興奮的 而且一直以來 其實 我看向演警察 沒有人找過 我不知道為什麼 但沒關係 就是讓我演到 謝謝76 謝謝導演給我這個機會 還有這些演員 幫我 建議起來 然後 不好演 真的不好演 警察不好演 不是 因為要面對每一個人 然後劇本又很清楚 真的不好演 明明就知道 他 後面會怎麼 你跟他說指 你指到指的很小心 明明知道後面會怎麼樣 後面安靜一點好不好 我現在是記者會 對 然後 我要必須 假裝前面 就好像什麼都不知道 然後我必須要把那些 情緒丟給他們 然後他們也要丟給我們 其實 每一個人配合都配合的 非常好 那 我是唯一一個其實 一直被吸吹 完全談真相的人 對 一直被欺負的人 就這樣 其他不能再多講 你一直被騙 你現實生活中 有常被騙的經驗嗎 好像是被你騙過的 騙誰騙啊 因為我這個人 其實沒什麼心機 不要看我長得那麼抱歉 那麼壞 你不會抱歉 你很帥 不是 因為那個回應給我 我會覺得 原來我是給人家這樣的印象 因為我會記得很深 對 所以 我常常對很多身邊的人 其實都很 善良 然後也沒有心機 然後有什麼話就說什麼話 但是 偏偏大家都喜歡聽謊話 我又不是一個善於說謊話的人 所以我每次說實話的時候 那別人說謊話 那就等於我被騙 懂了 你是很真性情對不對 嗯 來來來 我們聊一下跟這個 你跟德金鐘講的雙魚座女星 非常有緣 對 像這個淑貞啊 也是德金鐘講的雙魚座女星 對 對 首部合作 感覺又何 戲太少 你說誰的戲太少 你們對戲太少 跟他對戲太少 這有點不過癮 這有點不過癮 因為我覺得 好像只有兩個三場 對不對 好像 真的 對 下面要跟編劇講一下 跟老闆講一下 要監製講一下 不然 好浪費對不對 因為 淑貞是一個 他 他在這部戲裡面 其實他 內心其實非常棒的一個 而且他 而且 各方面其實 除了長得太漂亮之外 是缺點 其他都很優秀 對 難怪我都接不到 接不到 什麼 原來是這個問題 我終於懂了 所以跟他合作 其實就是 會期待 還有再下一次 更長的時間的相處跟 跟撞擊 覺得這一次太短了 希望下次有更多的鋪墊 更多的延伸 好期待 那淑貞跟碩哥兩位 金獎的地方PK 較勁 他是怎麼樣一個對手跟搭檔 幹嘛笑場啊 我第一天跟他 對劇本跟導演這樣 坐下來他就 因為我對劇本 我有很多疑問 所以我覺得 我一定要準備好才能開始拍 所以我就把大量的問題 丟給了導演 導演就很耐心的 一一回答 但是秀哥就在旁邊拿起瓜子 說你要不要吃瓜子 然後從頭到尾 就在這邊嗑瓜子 聽我們兩個聊天 我心裡想說 你都沒有問題嗎 這個劇本 很多需要了解的東西 你都沒有問題嗎 果然他是真的沒有問題 就是 因為我們是 事前還要彩排嘛 有很多重要的事情 我們必須要在那個 工作室裡面彩排 真的一開始 他就完全進入狀況 他根本 刻瓜子都可以準備 我覺得好羨慕 因為我就是 一直要透過 溝通理解 我才能夠進入角色 進入劇本 他是完全不用耶 我覺得好神奇喔 他這麼鬆的一個狀態嗎 還是其實 說不定你 內心是 也是有點緊有點忐忑 你知道嗎 準備要下一張戲 為什麼要呈現出 充容的感覺 其實也不是充容 只是我會覺得 因為大家在討論嘛 一定是在討論 並不是正式要幹嘛 那我覺得 可以以就是 平常的方式 人與人相處的方式 來進行很嚴謹的討論 我覺得都沒有什麼 對 然後重點只是我想 讓大家覺得說 好像反正我就是 真的就是做起來 聊天而已 劇組 討論什麼東西 那我覺得 碩哥的這個行為 我當然要學起來 因為他真的讓整個劇組 感覺很像 大家都是一家人 他把大家照顧得好好的 所以你就有一種 呃 向心力 然後工作起來就自然很舒服 很有默契 對 製片出身 非常專業 很懂得照顧所有人 所以這樣講 我就又要回去當製片了 對啊 歡迎你 製片組需要你 沒有熟悉來分享一下 這隻角色非常難 好難好難 你自己怎麼說 我可以講這個劇名的那一套嗎 他會臉好綠好可怕 他好緊張 他我不知道到底能講什麼 好 我那片名叫做 我是太願讓他殺了我 是 那我就在 我在資源被殺的那一場 可以說 就是我跟余靜 練習我要被勒死 那因為是我希望他殺了我 所以 那個情緒是 你真的是要求到一個人 要把你殺死 就這樣嗎 應該不可能 你真的要面臨死亡的時候 你還是會抗拒的 所以 這當中就是很多的害怕 然後 但我一定要達成這個目標 因為我要做到這件事情 我才能完成我的終極目標 然後在這個練習的過程 真的很痛苦 我們事先在那個工作室練習 然後 不管是勒啊 車啊 然後我要閉氣啊 然後掙扎啊這些都練習了 可是我們到了現場 就是我們看到一個很漂亮的地方 在桃園的落雨的時候 真的那裡好美喔 但是那天真的氣溫太低了 就算有大量的練習 到那邊 溫度 將上生肢體 掙扎 我的呼吸真的 我就沒有辦法憋那麼久的氣 然後導演又要一鏡到底 我可能鏡頭到我的腰我就沒氣了 本來是要從我的腳到我的頭 然後到我眼睛睜開 然後 就是斷氣 斷氣應該是正常就是還要再hold一下 導演才會喊咖 然後再掙扎 我大概也意識不到到 導演的鏡頭到底到哪裡了 所以那個又要加上余鏡要這樣掐我 然後我這邊怎麼都是 受傷啊 他增掐啊 他沒有增加 我覺得他的傷是太怕我受傷了 所以他也很累 他要很用力 但是他又不能真的用力 然後不真的用力 又不像 所以就一直重複同樣的事情 是不是 他也很難過我也很難過這樣子 嗯 你又進入角色狀態 要不要趕快先出來 先出來一下 你剛剛心得太深了 先出來一點 我要吃這個事情 是這樣嗎 我出來了 我出來了 掌聲給我們金鐘得主 非常專業的蔡崇禎耶 謝謝 謝謝 導演可以嗎 這些都可以嗎 可以 不知道怎麼仿下去 好可怕喔 導演好嚴肅喔 大家好兇 我感覺 好 那我好好仿思琳 是你街隙眼光非常的精準 當作什麼吸引人 你演這個 我是電源家媽媽超的 嗯 就有趣啊 不有趣吧 就有趣啊 非常有趣 嗯 對 所以我沒有什麼太 就是有趣就想做 就是這樣 嗯 哪個地方有趣 你稍微了解一下 呃 從文本到 呃 拍攝團隊跟我講的 預計拍攝的規劃 然後到演員 我都覺得有趣 對 所以其實沒有什麼太複雜的原因 就是因為覺得 好玩 有趣 然後做 我覺得你很聰明耶 然後你就講的嚴謹意該 因為多說就多爆雷的可能性 你好聰明喔 你講得像沒講一樣 然後導演就和樂融融的感覺 沒有 因為像導演講的 對我們來說 我們畢竟是 呃 類型片 然後有懸疑的成分 所以其實我們最希望 對我們來說最珍貴的部分是 就是 在 呃 觀眾在看的時候 我們跟觀眾之間的那個互動 所以其實 就 我覺得好像也 沒有特別要多說什麼 可是我有回答問題吧 我是真的覺得有趣啊 有的有的 那這一次跟碩哥比較多的 大量對手 合作感覺如何 兩位都是 影帝四帝級喔 呃 我第一次跟碩哥合作 對 然後我覺得很自然耶 就是因為 我覺得碩哥的 就像他剛剛自己講的 他 呃 是大家的大哥哥 可是他不是 我想要當大哥的那種大哥 他是自然而然的個性 跟直接就會變成大家的大哥 他其實真的很照顧大家 目前後的團隊 平常 呃 就是請大家吃東西 已經是小事了 然後 剛剛有提到 因為我們在巴格洛宇松 那邊拍攝的狀況 環境條件比較嚴苛一點 包含天候 然後還有當時的氣溫 還有現場環境 都不是那麼的理想 那 那邊 要叫一些外送或是什麼 其實也是 方圓百里內 有點困難 然後 他就自己準備了 張武藥 對張武藥 然後 因為我們是連續的 三天吧 連續三天的翻班 直接就是從 太陽下山開始 他還拍到隔天早上 那 他就是 一直不間斷的提供大家 而且是他本人在那邊煮 對 他自己在掌握 他很會土台 超厲害 第一次問我不知道 所以 他自己本人在唱棚那邊 就是 一隻手在那邊拿 那個大筆在那邊 然後就看到他的 包米薑 你媽要吃薑乳 對 請假七六 然後 然後 那天的 那三天的招工師 大家真的是一咖 大家就 劇組也很貼心 提供那種 咖啡廳外面會放的 那種大型的火爐 因為真的是沒有辦法太冷 很冷到大家 一休息的時候 大家是圍在火爐那邊 就是烤火的 然後 所以配上他 不間斷的薑乳鴨 就是熱糖提供 所以真的是好幸 有他把我們度過很多 很艱難的時候 然後我覺得 碩哥就很像 剛剛 淑貞姐有沒有講 就是 淑貞姐 對 淑貞姐 叫淑貞姐好 人家那麼年輕 淑貞姐 就是 淑貞 等一下 我現在還可以 不是 不是 我想我要叫 我要叫人碩 不是啊 淑貞老師 對 人碩老師 對 這個比較尊重 對 淑老師 好啦 我現在就要給你這種 性格在那邊 你弄的話好不好 可是淑貞很妙是 他很像 我不知道怎麼形容欸 吸附灰塵的媒介嗎 我腦中想到很奇怪 我的意思是 你把它丟到一個團體裡面去 然後大家就會被他吸起來 然後變成一個 空氣清淨精 也不是 他是凝聚大家的一個媒介 這樣講 就是 可是我不知道為什麼 我腦中出現就是 吸附灰塵 那我不是那個意思 吸塵器 吸塵器 急塵帶 對 我就覺得 所以其實跟碩哥合作的感覺 就是很自然 然後也很謝謝他 然後 不管是在照顧大家 工作跟生活方面 還有就是 包含在角色裡面的互動 都很自然 然後士林 有他這個歐漏他 感覺是他得終身成就獎的感覺 不是 等到幾十年之後 我們再來講這一段話 太多了 謝謝士林的分享喔 謝謝 真的很有愛耶 整個紀錄 深愛致人所有的情緒都做 好 謝謝 接下來三位也是狠角色喔 我們先聊一下余玉鏡 因為他出道退久嘛 二十多年了有資深前輩 前輩嗎 師傅 老師好 謝謝老師好 李老師分享一下這次揣摩 就是議長的兒子 有一些困難的部分 怎麼揣摩的 呃 但首先我想先感謝一下 就是長官還有CV姐 還有導演給我這個機會 相信我有這個角色 然後再來 因為我跟碩哥還有士林哥 還有蘇貞 就是對到的戲比較多 欸為什麼叫他 他名字叫他沒有叫姊啊 因為女生 有喜歡女生 聰明 果然是老江苦出到這四年 真的欸 沒有 因為我跟他們三個對到的戲 其實狀態都不太一樣 就是帶的感覺都不太一樣 然後他們在表演的時候 其實都給了我很多幫助 也給了我很多回饋跟經驗上的分享 我覺得就是他們才成就了我在電影裡面的表演 所以很感謝他們 呃 然後議長這個兒子其實 我看了很多 因為他其實 我看了很多犯罪的心理學的東西 對我還看了很多美國就是罪犯被抓起來去採訪 錄他 呃聊天的內容聊天的一個態度去揣摩這個角色 對 很用心欸 好 謝謝余靜老師 那我往下走囉 好 好 我訪問一下一次突破心演出的小巴 有別於以往的暗黑演出 分享一下這次的演出過程 呃 這次演出過程其實還蠻 我自己蠻開心的 因為我覺得大家對我的印象都可能 前一陣子可能就是全民心運動會啊 就是很陽光然後運動 可是呃 這部片子在拍的時候 他其實需要很多的心理活動 對然後呃 他是比較 比較陰沉 就是真的是需要很用力的情緒 可是表面上看起來好像毫無動性 那這個表演對我來講就是比較困難 然後其實剛剛他們三位男演員在分享的事情 好像都跟我沒有太大的關係 因為我主要是跟淑貞對戲 超多對手戲 對然後呃 也很謝謝他在戲裡面給我很多眼神 不管是眼神還是內心的那種力量 對讓我可以跟他打架打得好看 對那個到底是誰呢 到底是誰呢 那是誰呢不知道 要看我才知道 對拭目以待 謝謝小八 接著那個追求我們白天的王夫 如今是議長的左右手 分享一下再次跟七六合作的心情 呃 我其實真的還蠻感謝七六 就是呃 這兩部很重要的作品都有參與到 對所以我自己都會考驗一下就是 我是七六的乾兒子這樣 對 那希望以後七六的作品每一部都有我 那謝謝 然後 謝乾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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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乾媽 哈哈哈 這一次要不要聊一下你的部分啦 那議長這個助手 呃 因為其實我這個角色應該是所有演員裡面最輕鬆的 就是他們都非常的坎坷辛苦 然後要去落油送到去什麼地方 對然後我就是 呃 熱的時候還要冷氣吹 然後我就可能每天就是 溜個滑板到現場 然後準備打開 對所以我沒有吃到麻油雞 對 薑母鴨 對我沒有吃到薑母鴨 我很想要有機會可以再吃一次 再吃到碩哥的薑母鴨 欸謝謝誠意的分享 也是我們專業的表演老師 大家記得喔 我是自願讓他殺了我 即將會在Disney Plus 衛視電影台 以及新衛SBA電影台 同步首播 樹木以待喔 送上這個歷史版 請演員們蓋邪手印 來歷史 我是自願讓他殺了我 我們一切都保密 完全不爆雷 不劇透 先不要在上面 大家要補中你們雙手 斜手印的畫面 好 那我們先拿板子 一起聚眾 拿一張大合照 秀出你的雙手的斜手印 我是自願讓他殺了我 我是自願讓他殺了我的超強陣容 起居堂創意內容大會 機會瞬間看向右手邊的攝影機 各懷腿胎 暗藏神機 視線同一看向中間的攝影機 因為是76號原子出品 我們右手比7 左手比6 象徵76 與南劇有幸公司 一起聯合出品的好作品 視線看向中間的攝影機 76號原子第六好作品 與南劇有幸公司新手合作 感謝各位 敬請期待 我是自願讓他殺了我 Disney Plus 衛視電影台 新衛HD電影台 同步首播 拭目一待